遭下毒的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返回莫斯科隨即遭到監禁 這激起了數以千計的俄羅斯人的激憤 他們走上街頭抗議遊行 白宮說 拜登總統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通話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並表示美國將繼續在各個層面上提出這個問題 納瓦爾尼的遭遇也引發了國務卿布林肯的關切 他對記者說 莫斯科對這麼一位人擔憂的程度令人吃驚 儘管美國對處理納瓦爾尼的做法提出了批評 但普京還是稱讚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得以延長五年 這項快速行動是在美俄軍備控制條約即將到期的幾天前完成的 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說 他們對拜登務實對待普京的做法感到鼓舞 拜登的政策分析人士說 其他專家表示 美國和其他國家大聲公開批評俄羅斯 對納瓦爾尼的處理和其他侵犯人權行為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期望不要过高 尽管前总统特朗普政府 对俄罗斯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 但他不愿公开批评普京 而专家们说 拜登为未来四年树立了新的基调 美国之音塞纳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塞纳 华盛顿报道